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不明白 習近平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中國的國家安全 有那麼容易危害嗎 為什麼要頒獎的禁令呢 所以以後真的完全不能夠在網路上 講到宗教的各種事宜了嗎 對 這是有關於權的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其實你看那個 反正整個中國只能有一個偶像崇拜 那就是習帝 其他人都不行 不做不行 耶穌不行 那其實這些就是 你知道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有多少人嗎 不到九千萬人 對 你一個宗教 夭壽的 一時就要一個問一個 我問你 那個明星象徽 他是怎麼可以掌控 十四億人 十四億人在那邊 所以他是對權力的掌控 所以微信為什麼要出這條 因為現在資訊太發達 你會看到開始拆廟 可是都是拆新廟 不拆古廟 為什麼 因為房子賣不掉 你知道就蓋一扇 很大扇 管制人家沒差 不就是土地公廟 我們土地公廟覺得有嗎 一千人拜拜就不錯了 沒有 蓋一扇很大扇 中國都在比大的啊 對 然後就演戲你知道嗎 就叫幾個導演說在這裡拜 好 夭壽有發財了 大家都去拜 順便就買房子 如果說買房子這裡零食 你就會去買了 這個都是亂象 社會的亂象 他就開始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聞 拆了大概有一千多座 為什麼 每個都蓋大的 我可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在南海 海南島有個三亞 各位知道吧 三亞有一個 花了八億做的南海官司 陰神像 一百零八公尺 八億是地方政府蓋的 結果你知道朝聖的人口很多 很多 那政府也沒有壓抑 都沒有壓抑 他是他是到到海邊去 然後蓋一個 那晚上點燈 你就會發覺 哇 萬丈佛光 很漂亮吧 對 結果你知道恒大集團 就在三亞旁邊 蓋了一個好大的 照海天地的新市政 結果房子不是蓋了七八十棟嗎 結果他人一百零八公尺 那是有來源的 你知道嗎 一百零八個眾生象 那是有佛教的意義的 結果他給你蓋什麼 南海官司印保禪 好 還有幾個技巧你知道嗎 要給你蓋五百公尺 這如果沒有給你蓋就太囂張了 真的蓋到一半就蓋住了 恒大是不是在哪裡 現在五十幾棟 七十幾棟 說要怎麼 要聽到 海灣人 對 為什麼 因為都是東南 東北 東北的老阿伯 老先生 有好家的 冬天都來這裡 要住這裡 新鮮買房子 還會住這裡 新鮮買房子 這時候有得好聽 新鮮買房子都買人家的房子 恒大不會到 永遠大嘛 叫恒大嘛 怎麼知道他 為什麼 永宅 永活教去煉財 我跟你說 佛祖都會跟你 怎樣 拚 你用神明去煉財嘛 所以你看那個恒大到了山頁 南海官司印保禪 我們大家都 台灣人都知道 那是福建人 福建 我們的福建人 官司印保禪 他們去冬海 怎麼在南海 因為他跟印度的 南海官司印保禪 合作會嘛 口中南海什麼什麼 就放在山頁 其實這個 這個都是以前的錯誤 結果決定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所有的 虔誠的這種宗教 其實福建那邊也是 可是你像東北亞這種 東北的同胞到山頁去投資 這個都是暴力 所以他們政府就開始在想 我要怎麼樣打壓 而且還是天海造地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以前 胡錦濤那個時代 武丹商少林派 你還記得吧 那個山下開了兩千多家什麼 臉部棍的 收的學生超過七千萬人 七千萬人去那邊寄修 出來之後就說讓他招牌招牌 招牌招牌 還會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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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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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都是亂象 硬要管理 沒錯 可是管束到說嚴禁組織個人 傳教發布文章 轉發內容 任何傳教圖定都不行 這會不會太誇張 就是只能不要你的群眾 反正我告訴你啦 你只要有兩千多人的團體 你就被鎖定了 你說在中國 兩千萬 掌握兩千 兩千萬人的團體 兩千萬人 對 你看微信是五百個人群 那廷秘秘是不是掌握了兩千萬 那個超過 廷秘秘 是因為掌握太多人群 被追殺的嗎 為什麼 因為他會一直膨脹 包括我們講的那個傳銷業 那個誰 商庭 對啊 也是一樣 越走越大 你會不會危害 你到時候放一個消息 假消息 變真消息 網路現在無遠佛界了 所以他只能用這種方式來控制 我一直要講的 就是習大大在講 那個錢都是小錢 最主要是那個權